第一站 這個一定沒有辦法那個跳過他 第一個一定要講的 一定要講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 好 我跟你說 人生一定會遇到渣男 就像你人生一定會卡關一樣 然後渣男有各式各樣的 但會讓我們想花錢的 一定就是他跟錢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講錢傷感情 朋友間也一樣 所以他有一天 他就跟我開口要跟我借錢 可是因為他本身經濟 環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就是家裡面管得很嚴 他所有的東西就是一張信用卡 所以他們就是cash pool 他就是他沒有現金 我所用的每一個東西 我刷的每一條 我爸媽都會知道 對 所以變成就是 他就是在一個金錢控管的情況之下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 我上個月花了好多錢 我能不能先跟你 借10萬塊錢的現金 然後我想要還給我家人 讓他們知道說 我還是有能力可以還 因為他家人有時候 會幫他付卡費 然後他就說 我不想要被我爸罵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借我10萬 然後我就很猶豫 因為我的感覺是覺得說 我跟你之間 因為我不可能叫你去寫什麼借據 那這個就變成你認不認 萬一你不認 我追著你要 不是 因為很難看 然後他就不講話 補了一句 你該不會沒有吧 你記不得 你記不得 我真的就領回來 對 然後我就丟完那個抽屜 然後我還拍照片 然後我說 10萬在這邊 拿下去 我就很氣 然後可是被擠完了 之後你還算有點回聲過來想說 對 那你要怎麼還給我 因為你又沒有現金還我 然後他提了一個交易 我覺得很合理 他說不然這樣子 我有卡可以刷 我只是沒有現金 不然你如果想買東西 你就有10萬的扣打可以刷 合理 合理 好吧 就是有點 預計現金的感覺 好像我先放10萬存在那邊 我可以慢慢用掉這樣 我說好 然後我就把10萬給他 然後這件事情就這樣過了 然後有一天就出去 在外面走來走去逛街 我就想知道 我有10萬塊錢可以花 不花白 不花 走 去看包包 然後看看看 然後看你的包大概5 6萬 然後我就說 那我要買這個 不適合你 拿著包不好看 然後關你什麼事 你就目前不罪了 然後他就說什麼不好看 這邊有很多類似的什麼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反正3 4次 他就是用各種理由 不要買 不要花那條錢 然後因為我們的樣子又不好 在外面逼迫別人 因為別人不會知道他欠我錢 別人只會覺得我在逼他 拿著包包給我 這多難看 所以我又不能明目張張 所以我只能暗暗生悶氣 因為不然的話就沉出去說 王自家比他男的 買包包給他 然後沒有買到 很深刻 對 所以我就默默吞了這個虧之後 我後來就跟他分手了 他現在也還沒辦法 臉皮這麼厚 還好十萬塊認識一個渣男 是 沒錯 可是你又會覺得就是 我當然就是不能這麼衝動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與其如果腦袋 腦洞會那麼大會破壞臉上 那還不如自己就先把它花光 真的 你也不要跟我講 所以既然要花錢 就不能不被看見 你似乎我懂的就是這種路線 你沒看不見的路線 我跟你說 他經典款這種東西 不會在我身上吃 真的 經典表示基本 我看起來就不基本 對 所以我就不會買這種東西 應該是說 你已經都有基本的了 也不是 就是老師你不會覺得說 如果你花錢買包包 可是大家都跟你買一樣的 好像有道理 他的基本款都是耀眼款 對就是我們一般正常的會 額額 對 但我最喜歡人家不要的東西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不會有人跟我搶 所以我為什麼會買他 就是我那一天都好像是我陪我朋友去 讓我陪他去拿一個小腰包 那店員看我就說 王小姐 有一個包包寫你名字 我說先不要 先不要拿出來 他說你一定要看 他一拿出來 完蛋 我用最後一絲理智拒絕它 但我當天晚上就夢到家 我當天就說 MBOX是怎麼會夢給你 好好留下嗎 對 逃不過的宿命 所以我就買了它 而且我買了36 所以那是最大的嗎 最大 而且我買它 是因為它的鏈帶比較短 雖然它很大 所以它背起來的時候 雖然我愛 但是它就是不會 垂到屁股這裡 因為我背有些包包 太長了 然後我就背它 很潮耶 妳說 誰會看不見我 真的很難 人家喻的謎題 它說它沒那麼接受 我會覺得它又很大 所以它就是有尺寸跟顏色上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難對不對 沒關係 大了之後我們也有小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買它 但是因為OFWine他們講 你看我連這個都還沒濕 好 OFWine有出這個 對啊 它竟然很難 天啊 好快 它怎麼挖到的啊 我就想說 有這麼一滑的 它什麼時候發這個風出這個 對啊 於是 是妳的年齡環嗎 是妳的年齡環 我先跟你說 我以為大概在這裡 我想說OK 我應該可以駕馭 我把它箱子打開來的時候想說 欸 這誰 這個鏡我現在滿是卡住 這個真的好長 然後呢 我真的很會買 我買到它的時候 它有打折 因為這不會有人嘛 就沒有人要人家 要太長了 我會覺得什麼 妳只是想一想 妳買很多東西是不是都會打折 對啊 對啊 他們說這個就是適合妳 妳是我們的VIP 沒有 我是適合 不要 我覺得適合一遍 我覺得適合一遍 不是 妳買這些鮑牛 考慮有一天要把它賣掉嗎 沒有啊 不會 不會啊 應該沒有第二個我之下 沒有第二個人 還看得懂這些東西了 這個世界上 他們只能來我家了 真的啦 妳真的是少數可以駕馭這些肉酥的人 對 還有這個 這個品牌的香氛我也很愛 對 我跟你們說就是我覺得 家裡面的香味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香氛就是 你可能剛點有味道 久了就不見 但我喜歡就是那種 好像淡淡在空氣中 自然存在的感覺 他們家的是 你打開還放著 它都會有那個淡淡的香氣出來 然後這個味道我好想你問問看 跟大家分享 還是挺好的 到你 parenting 他好像不想一回去 三個字 感谢观看